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偶遇了西孟瑶和斯泰良安琪 貌似两人去运检了 朋友圈定位是香港Niklausen Club Niklausen 香港太平山顶级地段的顶级豪宅区 曾经得过亚洲楼王的称号 斯泰良安琪此前在这里买过两层楼 当时是登记到了两个女儿名下 总共花了大概13亿港币 所以在这里偶遇斯泰和西孟瑶不是没有可能 并且这两天还有港媒拍到 西孟瑶在大街上露面时 身披宽松大衣 小夫有些微微突起 看到媒体后 她还一直有意无意地在用手遮挡小夫 对比2月份她露面时的标准模特身材和短裙打扮 小心翼翼了很多 所以西孟瑶是真怀上二胎了吧 妹妹们或许觉得这个消息有些突然 毕竟西孟瑶诞下长孙 长孙之父照告天下的新闻 似乎还没有过去几天 但西孟瑶已似再怀孕 其实早有迹象 还记得赌王刚去世那天吗 当时赌王家人的首场见面会上 其他人都是身穿黑灰色衣服 唯独西孟瑶穿了一件不合时宜的装红色卫衣 因为这件事 西孟瑶还被网友群嘲没礼貌 但换个思路想 当时赌王所有家人都在记者会上 应该是早早就聚到了一起 他换衣服的时间怎么也有 并且白氏基本礼数西孟瑶不可能不懂 毕竟也是娱乐圈摸爬滚打过的人 斯泰还公开夸他情商高 能平衡自己儿子之商 怎么隐隐感觉 斯泰这句话是在内涵长孙之父呢 还有人说西孟瑶是故意那么穿 想在记者会上出风头 但所长想小明刚嫁的赌王家应该没有那么大胆 况且斯泰也不会允许他这么大胆的瞎穿 太丢人了 剩下的解释似乎只有一个 是不是新孟瑶已经怀孕 不太好在白氏场合穿黑色 对于很传统的赌王家来说 非常有可能 因为一般来说 孕妇是不能参加正式葬礼的 一是因为封建迷信 他生气壮死气影响腹中胎儿 二是担心孕妇情绪波动大 对身体不好 但赌王去世的记者会 西孟瑶想露个脸 还是能参加的 他穿了件亮色的衣服 应该就算是为了所谓辟邪吧 而西孟瑶怀二胎 也是斯泰与何游君心知所向 斯泰早就表示过 西孟瑶生得越多越好 至少三个孩子 最好是三男三女 凑成个足球队也行 何游君也是同款想法 于是西孟瑶生下长孙后 刚过去两个月 何游君便和他又住在一起了 畅想二人甜蜜世界 最近几个月 两人几乎天天都溺在一起 西孟瑶也发过何游君和自己 一起同住酒店的照片 总之 夫妻俩造娃空间很大 并且不久前 刚没曾生传 生完长孙的西孟瑶有意付出 工作室也给他联系了俗神机构 准备先做个除人身纹手术 但被婆婆和丈夫阻止了 要求他在酒店全力备孕 并直接解散了他的工作室 最后西孟瑶懂规矩地同意了 老公和婆婆的备孕要求 备战这么多月 真的怀上二胎 也很正常了 感叹一句 手怀孕就怀 西孟瑶还真是被四太吃得寇死 当初何游君圣诞的求婚礼 被全网巢土味 并且为了引流顾客 四太还把求婚礼的地址 钉在了自己名下的商场 现场也用的都是娟花 因为保质时机长 方便顾客拍照 为了嫁豪门 这些也就忍了 但后来西孟瑶母平子贵 嫁给长孙之父后 却又一直没有办一场婚礼 去年他还在粉丝群里说 办婚礼后给粉丝们发喜糖 但今年这场婚礼 似乎已经是彻底没有了消息 西孟瑶的粉丝之前 还会在他的微博评论区 各种期待两人的婚礼 如今期待收落 评论区的粉丝只能安慰小明 不要太在意外界的看法 嗯 粉丝们还是很贴心 不过没有婚礼 他至少还有长孙是吧 但在婆婆和老公眼里 长孙只是个开始 现在他们对西孟瑶唯一的祝福 大概就只是多生几个 西孟瑶沦为另一个无配词 其实也有些让人唏嘘 曾经的他可是和刘文等人并称 中国四大超模之一 1989年出生的西孟瑶 是个地道的上海妹子 毕业于东华大学07级 服装设计与表演专业 20岁 参加东方卫视加油东方天使比赛 获得上海赛区五强正式出档 21岁参加巴黎秋冬高级定制 之后作为史上首位亚洲模特 登上集团期全球广告 23岁或春夏上海时装周代言人 24岁作为第四位亚洲超模 登上维多利亚的秘密秀场 翻看西孟瑶的人生履历 就是一个普通女孩的开挂式 个人的努力加上前男友的神助攻 让西孟瑶在模特界很快闯出一片天地 在西孟瑶的前男友中 有一位耀眼的前任不得不提 他就是美国的超模 萧恩·奥普瑞 2012年萧恩与西孟瑶相恋 那时候的萧恩已经是模特界的超级明星 而西孟瑶还只是一个积极无名的小模特 西孟瑶和萧恩也算是姐弟恋 萧恩比他还小四个月 当年正值热恋中的两人还留下不少亲密的接吻照 尺度之大 令人烫目结舌 能够带上全球男神说明西孟瑶绝非等闲之辈 在与萧恩恋爱的那段时间 西孟瑶得到的各路资源也明显增多 网报萧恩介绍了不少设计师给西孟瑶 在2012年2013年那两年间 西孟瑶征战秀场的频率 也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高巅峰 并且他的模特之路非常顺遂 大三参加模特大赛 被经纪公司看中 第二年就登上了金凡希的广告 成为他家启用的第一位亚洲模特 可以说起点非常高 还被老佛爷看中 成为了香奈儿的运用模特之一 2011年出道仅一年的西孟瑶 就在模特界福布斯套破50超模中 排到了第42位 他曾经对事业非常努力 2011年秋冬时装周 他参加了51场 还接连拍摄了中国版 Wogel 巴沙红秀等多家顶级刊峰 2011年12月还被业内戏称为西孟瑶月 后来连续四年登上维密秀场的故事 姐妹们应该都知道 但西孟瑶跌下秀场加入豪门后 这事业上的一切风光都走远了 2017年西孟瑶在维密会上 一摔成名 摔出了专属他的流量巅峰 西孟瑶三次一度站住了热搜榜首 西孟瑶的热度也一度超过了同台的超模和文 当然质疑声也不觉于耳 有人吐槽看看西孟瑶的台步 就知道他业务不惊 明显这些年没好好磨业务 也有人力挺 比如谢娜就放出了西孟瑶受伤和治疗时的照片 以此博得大众同情 正当人们等着看西孟瑶的笑话时 西孟瑶当即发布了一条微博 为自己建立坚强乐观自信的人设 对不起让大家失望了 这次不管多疼一定会站起来 我会一直走下去 聊聊术语既表达了谦卑又表现了自信 这公关水平真不是盖的 过后全网明星开始为西孟瑶站台 足以说明西孟瑶在娱乐圈的人员有多好 如今家里没有话语权 职业上没有选择权 他曾经一路顺遂的好运 似乎被架豪门这件事 消耗干净了 如今事业拼不了 西孟瑶也只能拼拼肚子 在莫平子归这条路上走到底 当然有人怜悯他的事业 他自己未必 本来摩托之路就已经歇菜 连老家维密秀都停办了 娱乐圈呢 也是没有那么容易混出头 前几年他还想转型去影视圈拍戏 在纽约上了挺久的表演课 但后来也没有什么水花 接到的都是一些配角 架豪门对于事业不顺 也不想拼命打拼的他 未尝不是一个好选择 并且架豪门这件事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西孟瑶乐在其中也说不一定 西孟瑶在采访里曾聊过自己的人生理想 我的人生报复就是结婚成为一名优秀的家庭主妇 相信我 我很向往在家相扶教子的生活 如今他的生活 其中某种程度也算是求人得人 不过话又说回来 如今国家早已开放二胎政策 许多工薪族都加入了二胎大军 何况有钱又有严的豪门贵族呢 西孟瑶想着趁着年轻 拼个二胎也是人之常行 至于以后还想生个三四五胎 那也是他的自由 所长当然还是希望 姐妹们都能打拼出自己的一片事业 家庭主妇也好 事业女性也好 都是应该尊重的个人选择 不过西孟瑶嫁得赌傲家 豪门情况还是有些复杂 何游君最后能分到多少家产 还是个未知数 但几十亿还是有的 西孟瑶肯定也不会亏就是了 其中某种程度上 他是利益最大化了 当然一入豪门深四海 嫁进去也要承受豪门之重 还是先祝愿他 早日搬出酒店 住进何家大宅吧 好